大家好,我是启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中秋吃月饼的传说 原来中秋节吃月饼竟可以追溯到杨贵妃 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那为何中秋会吃月饼呢? 我国有许多传统节日都与吃有关 那中秋节必不少的就是一边赏月吃月饼了 有关中秋为何吃月饼这样的风俗 小编查阅古籍并没有特别的记载 而在民间呢,有三个传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历史并没有留下月饼起源的确切技术 然而古人却留下了无数个美丽传说 第一种是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的筑节食品 唐高祖年间大将军历经征讨匈奴得胜 八月十五凯旋而归 当时有位经商的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筑节 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 拿出圆饼笑至空中明月说 应将胡饼腰缠除 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从此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便形成了 一年一度的中秋为何中秋会吃月饼呢? 我国有许多传统节日都与吃有关 那中秋节必不少的就是一边赏月吃月饼了 有关中秋为何吃月饼这样的风俗 小编查阅古籍并没有特别的记载 而在民间呢 有三个传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二种四大美女杨贵妃与月饼的 缘分无疑是最深的 据说有一年农历八月十五那天 杨贵妃和唐玄宗李龙基一起赏月 旁边桌子上不断摆放有葡萄西瓜 十六等瓜果还放了十多种各式各样的糕饼 有甜的咸的 有带线的 不带线的 有方的 也有圆的 古人称高为方饼为远 杨贵妃拿起其中一个带线的饼尝了一口 发觉口感极佳 于是大为赞赏 虽问此饼何名 谁知在座的无异人能叫出名字 又把做饼的御厨叫来竟然也不知其名 于是李龙基与众人同声说道 还是贵妃娘娘起一个名字吧 贵妃低头看看手中的圆饼 再抬头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随口便道就叫月饼吧 大家齐声叫好 于是便有了专为八月十五赏月时吃的月饼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八月十五赏月时杨贵妃拿起一块饼 吃了之后肾感香甜 问叫何饼 一下人说叫胡饼贵妃 问为何叫此饼 下人答曰因由胡人而坐 又从胡帝传来 所以叫胡饼 可是李龙基和杨贵妃都觉得这名字不好听 于是杨贵妃就说 以后就叫她月饼吧 第三种传说是中秋节吃月饼始于元代 当时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 使得广大人民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 朝廷肯定不会让自己的江山如此简单的就被推翻 于是开展大规模的搜查活动 各地起义军间传递消息就十分的困难 后来刘伯温想了个主意 命人在饼子里塞入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 再派人分逃送到各地起义军中 八月十五那天各地义军同时响应 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 后来朱元璋得了天下 便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八月十五 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 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 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 此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不管吃月饼这个习俗从何而来 但这对后人来说不但可以放假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家团聚的日子 每到这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赏月吃月饼该是多么幸福